我是一个水瓶座的喵 水瓶座的20个特点 11.水瓶对朋友绝对够义气 不过很多时候水瓶往往会低估自己这一点 只有碰到事情才能发现 原来把钱借给朋友交学费 搞到最后自己的学费没钱交 12.不喜欢打探朋友的太多 因为觉得不礼貌 也不喜欢逼喜欢的人讲不愿讲的 瓶子认为这是一份尊重 13.对于恋人的过去 过去就是过去 水瓶在乎的是现在的坦诚 同样瓶子不会把上一份感情留在现在生活里 不允许心里死去的人和眼前喜欢的人相提并论 因为会告诉自己现在爱的才是最好的 同样水瓶死去的爱情 是绝对没有可能爱火重燃的 14.水瓶对理财没什么概念 经常不知道自己账户里有多少钱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对父母挺舍得花钱 对好朋友和喜欢的人也不会把账算得很轻 15.有条不紊的瓶子很少很难会情绪失控 也很少有人能让水瓶情绪失控 如果有就是看得很重的失货人 失控时间不会很久 短些就是几秒钟 长些就是几分钟 然后很快又会恢复先前的平静和冷静 自我调节能力蛮强 16.水瓶是乐观的 不喜欢对人抱怨 更不喜欢听别人找字 几诉苦 所以你最好别在瓶子面前抱怨 就算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当你抱怨第一句是瓶子会安慰你 抱怨第二句是会附和你 抱怨第三句的时候 保证水瓶已经失去了 继续听下去的耐心 虽然不会表现出来 但你会发现瓶子已经开始不说话了 17.甩掉水瓶很容易 只要给一个理由 就算是你编出来的 不管理由是真是假 但请你亲口讲出来 水瓶都会离开 因为这是瓶子拿来 替你说服瓶子自己的理由 瓶子不会纠缠 也不会祈求爱 更不会要失 舍得爱 爱里的瓶子异常要强 18.接受能力很强 什么都可以理解 什么都可以接受 但请你亲口说出来 因为即使瓶子猜得到 从别人那里听得到 也希望亲耳听你说出来 因为关于你 瓶子在乎的只是你 19.瓶子相信分手 这恋人还可以做朋友 只要对方愿意 希望大家都好 20.如果你表白后 一个瓶子对你说 不喜欢你或者类似的话 就等于判了你死刑 这个时候不要想着 继续努力来感动瓶子 没用的 瓶子就像弹簧 你失利越大 他们就把你弹得越远 瓶子对自己不喜欢的人 可以很残忍 就算心里会内疚 也会继续残忍 好像这也是瓶子 最冷血的时候 如果还想做朋友 就什么都不要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